网友自述 我们结婚三年 一滴两年 一滴的两年我在家带孩子 他在外面打工 一滴两年我们没有离婚 但是第三年他回来了 我们几乎天天吵架 最后因为一句话 我死活跟他离了婚 真的再不离婚我就被他折腾死了 他自己不高兴 非折腾的全家人都不高兴才肯罢休 我和我老公是在外地认识的 我家里面是农村的 没有就业机会 而我自己又没有一个好的文凭 找不到一个好的工作 只能去城里给人家打工 去了一个星期 都没有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没办法找一个选房的表哥 就给我安排进了一家小超市 当起了收银员 而老公正好是我们超市楼上 一个小公司的员工 他每天都会来我们这里买烟买水 一来二去我们也熟悉了起来 经常买东西的时候 会跟我唠口磕 并且问我要了联系方式 他也知道我每个星期几休息 所以在休息的前一天都会跑过来跟我聊天 约我第二天跟他出去玩耍或者吃饭 起初的几次我都是拒绝的 因为我对他没有一点好感 而且我又是自己一个人在这边 我也害怕被骗被欺负 所以我一直都是保持一颗警戒的心 拒绝了他好几次 可他还是一如既往地约我出去 几乎每次都很热情 后来我就打算给他一次机会 看看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如果不行的话 直接和他摊牌 让他死了这颗星 以后不要再来找我 第一次跟他出去的时候 他给我带到一个公园里 布置了一个浪漫的现场 没想到平时一个老老实实的人 还懂得浪漫 我心中暗喜着 并且他给我买了很多我爱吃的零食 还买了一束花 跟我说想让我和他交往 我看到这些 心中确实有一些感动和开心 因为从来没有人主动找我谈过恋爱 他算是第一个追我的男生 但是我依然没有答应 我说咱们先从朋友做起 彼此多了解了解 他也答应了 做朋友的过程中 我慢慢地发现 他非常地有耐心 做事非常认真 而且脾气也温盛 对我也是百依百胜 所以我就慢慢喜欢上了他 我们在一起 爱情长袍了两年 这中间他对我非常好 他给我感觉永远都是一个 踏实稳重的样子 我们也都见到彼此的父母 不久后他就向我求婚了 我答应了他 因为我也老大不小了 该安稳下来了 我和我父母说 他们也同意我们婚事 结婚后一年 我们就有了一个小宝宝 后来由于我们的家庭条件都不算好 而且还专职在家带孩子 他就去外地打工 多赚一些钱 在外地打工的第一年还算正常 什么都没变化 可是第二年后 什么都变了 他每次回来都非常不耐烦地跟我说话聊天 我也不知道怎么了 让他和我说他也不说 以至于每次回来我们都会争吵 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发生一些肢体的接触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开始我们的感情直转极下 我对他也心灰意冷 上个月的时候他出差回来跟我说一句 如果我说你再不和我说实话 我就把孩子给抱走 听到这些我浑身冒冷汗 我一脸不解地问老公 要我说什么实话 原来他怀疑我出轨 原因就是每次他回来 我都不跟他亲热 我直接给了他一巴掌说道 老娘每天辛辛苦苦在家带孩子 你竟然怀疑我 我们离婚吧 我受够了 而他竟然也没有挽留 说离就离 当天晚上我带着孩子回娘家 我觉得他要给我低头 我就给他一次机会 没想到他第二天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说明镇局见 我看出来他是铁了心要和我离婚 我没办法就去民政局和他办理了手续 这一下两人都解脱了